巴黎奥运会开幕在即 媒体工作人员也已经准备就绪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 走进媒体工作者的大本营 媒体村一起去那里看一看 我现在就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媒体村 现在跟我一起到村里去看看 就是媒体村的整个架构 我现在正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到这个楼里去看一看 这是那个箱子 这是还有配的一小冰箱 生活很方便 欧米村的同款的鹿尾床 体验一下 早上还是非常老口的 这里就是食堂了 但现在呢事里已经没有饭了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饭了 这里就是洗衣房了 进到洗衣房里面一进来 就闻到了一股洗粉的味道 我们再来看一看健身房 进到健身房里面呢 感觉体感温度大概在30度左右 虽然上面开始点风扇 还是感觉到一股闷热 我们终于走到了 这个证件激活中心 进去激活一下证件 现在我们也有证件了 从这边是激活证件 然后从后边呢 就可以直接进到国际广播中心 然后我们进去看一看 走 作为中标巴黎奥运会 转播项目最多的国际媒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将投入超过2000人的制作转播 和技术服务等团队 承担乒乓球 羽毛球 攀岩和体操 四个大项的国际公用信号制作 并在境外首次实现 全4K的超高清转播制作 总台还将首次开展 夏季奥运会闭幕式 和田径赛事8K国际公用信号制作 转播报道规模 将创下历史之最 此外 在媒体村里 还有超市 理发店 美甲店等丰富的配套设施 满足人们的多元化生活需求 通过提供一站式的生活服务 媒体村成为了一个 集工作 休息 娱乐 与一体的综合社区 据介绍 赛事结束后 媒体村将作为 奥运遗产的一部分 留给当地居民